早安 感谢您收听2024年11月27日 每日听管理AI播报服务 每天早上7点 有5分钟带您快速了解 最受欢迎的商业新闻和职场话题 首则文章是 惠普传出将再次裁员 目标2025会计年前大砍至少4000人 外界形容高层就像被架空了一样 惠普近期传出将再次裁员 目标是在2025会计年度前 削减至少4000名员工 作为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品牌 惠普正在加快战略调整步伐 将重心逐步移回北美 并已经对采购体系进行了调整 在最新的人事变动中 惠普全球资深副总裁 简文健虽然保留职位 但采购职则已转交给新任主管 显示出决策全集中化的趋势 此外 所有华人采购主管上方新增外籍主管 供应链内部人士形容这个变动 就像是高层被架空了一样 同时 个人系统事业群总裁的权限也遭到削减 负责的工作站业务被重新分配 惠普的供应链最高主管 则被扩大了职权范围 涵盖IT与资安领域 并被视为未来执行长的热门人选 一系列人士调整不仅引起内部员工的关注 也让整个供应链行业感到震动 惠普在2022年已经启动了全球裁员计划 并重申到2025裁年结束前需减少16亿美元的年度结构性成本 随着即将公布的财报 市场对惠普的未来走向充满期待与疑虑 第二则要带您关注 公关顾问看公务员霸凌案 长官公开道歉犯了两大错误 堪称经典负面教材 近期 台湾劳动部公务员因长官霸凌而亲身的事件 引发广泛关注 显示了公部门机关内部职场霸凌的严重性 世界澳美公关总经理张玉昌认为 这个事件就像是过去的迷途运动 随着第一个案例的曝光 更多相关消息接连浮现 让人震惊政府机关竟然成为霸凌的温床 张玉昌指出 长官的公开道歉存在两大错误 堪称经典负面教材 首先 长官及相关官员的道歉缺乏明确性 无法清楚表达道歉的原因 让人怀疑其真诚度 其次 这些道歉往往以法律为重心 忽略了情感的层面 导致公众无法接受 张玉昌强调 危机处理中的道歉因以情感优先 在谈理性与法律 否则只会加深民众的不满 此外 张玉昌也质疑这些霸凌主管对同事的看法 若他们无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只会重蹈覆辙 这个事件不仅是个别案例 更是台湾职场文化的一面镜子 反映出需要改变的陋习 随着媒体焦点转移 是否能真正改善职场环境 仍需时间观察 第三则新闻是 调查指出 比起主管 年轻人更愿意被押带领 为何于半数年轻世代都这么想 调查显示 年轻人才对身城市 人工智慧的偏好日益增强 调查涵盖了3512名年轻世代人才 及1,128名人力资源专家 结果显示 超过半数 约56%的年轻世代 更愿意向人工智慧寻求指导 而非向主管请教 这个趋势的背后 主要是因为人工智慧提供了24小时 随时可用的支持 且其回馈被认为更公正且具隐私性 目前 73%的年轻世代 已在工作中使用生城市人工智慧 并且大多数人认为 爱生城的内容仅需少量编辑 显示出对爱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 然而 尽管年轻世代对爱的热情高涨 他们也仍对合规性和各自安全表示担忧 43%担心知识产权问题 38%担心隐私泄漏 这些担忧使得部分受访者 选择隐瞒使用AI的事实 此外 年轻世代也指出组织在AI培训方面的不足 54%认为目前的指导方针不够明确 专家提醒 企业应该建立清晰的AI政策和培训资源 来应对这些挑战 随着生城市人工智慧在职场中的普及 如何平衡效率 与合规性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课题 最后带您关注 开幕八年后收摊 杨乃文结束酒吧副业 透露一件事实经营的最大挑战 金曲歌后 杨乃文于2016年与友人共同开设酒吧 经营整整八年 最终于2023年10月26日无预警结束营业 这家酒吧的开设与杨乃文的专辑女爵同步 成为她的副业之一 酒吧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协业公告中 感谢了支持者们的陪伴 并表示这段旅程充满珍贵的回忆 杨乃文曾在访谈中提到 酒吧的经营面临不少挑战 其中最困难的是人事管理 尽管酒吧在开业四年后采回本 但最终仍选择结束营业 根据报道 近年来酒吧市场出现了许多特色酒吧 这些酒吧虽然数量不多 但在网路上的声量却相当高 调查显示 消费者对于酒精饮料和餐点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 并且更喜爱结合主题和活动的酒吧 此外 年轻世代对业生活的需求也在变化 他们更注重消费体验 倾向于选择价格合理的社交活动 随着生活成本上升 年轻人参与业生活的频率和消费金额均有所减少 感谢您的收听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季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